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我是郑英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12月期 今天出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盘市 中场现货下跌了13点 而12月期指则下跌了9点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整个12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 今天整个12月期指呗 呈现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局面 为什么会开高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再创新高 其中道琼工业指数已经很接近2万点 所以带动台子期货 今天也跳空开高 那最高价呢 今天就在开盘没多久的时候出现 它叫9413点 在这个8点45分 这附近的时候出现 那开高之后呢 随即卖压出现 出现了开高走低的一个格局 最低点来到了9353 在11点15分 而今天的行情其实并没有很大 当中的区间 有60点的一个空间 有60点的空间 那么虽然它只有60点的空间 可是你只要做错方向 还是很要命 怎么说 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呢 受伤 赔钱 我说过了每天起子的当中 到收盘之后 一定出现两种情况 有人开心的赚到钱 有人伤心的赔到钱 可是为什么一模一样的盘 有的人会开心赚钱 有人会伤心赔钱 原因很简单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在今天 你之所以会受伤 会赔钱的投资朋友 一定是只有以下 我所讲的这种情况 你把高点当成低点 所以你跑去做多 没错吧 今天你会受伤 应该没意外的话 都是开盘的时候 开盘的时候 你只要站错边 你如果跑去做多的话 这些就黑暗不明了 怎么说 因为你只要在九千四以上去做多 那个基本上 你不太可能会赚钱 你基本上你百到收盘 一定都是赔钱 一定都是赔钱 所以这个情况就告诉我们说 每一天起子的当中 什么人会受伤 当然就是买在高点的人会受伤 或者是空在低点的人会受伤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上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起子当中赢家的秘诀 到底是什么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嘛 所以重点来了 今天如果想要赚钱的话 到底要怎么做 你必须要有本事 看得懂台子旗 你必须要能够知道这里 今天开盘它就是高点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你很有可能把高点当成低点 误把逢金当马良 逢金当马良 在这个地方明明应该是去放空 结果你去做多 那当然你一定是赔钱受伤 那如果你看不懂盘的话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很简单 如果看不拨 很简单的 旗子的当中操作 你当然要选择亚洲旗王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很快乐的来带过 我们今天的旗子实战操作 旗子的当中操作 为什么一定要选亚洲旗王 亚洲旗王到底凭什么本事 可以在节目上讲大声话 说我有把握带你迎战旗子当中 为什么 我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你只要长期收看我节目 我节目上这样常在讲的 永远是这两项商品 什么哪两项商品 第一个 你想要成为赢家 其实没有很难 你把我的抠讯 把曾英杰的旗王抠讯 旗王讯息 再加上这套仙人指路的这个金装版 两行给他盗作会 你两行给他盗作会结合在一起 旗王的简讯 再结合我这套仙人指路的这个智慧版 你就会每天做得很轻松 而且你完全不用动脑 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你为什么需要旗王的当中讯息 因为你的操作 如果有了旗王的当中讯息 你就不用再猜测方向 像今天你随便去猜 你看到美国长了 你很高兴的在开盘就去做多 那这下就被修理了吧 去用拔掉吧 我想应该是蛮痛的啦 因为这段做多 你基本上 你有没有看到 他杀下来这一段 根本谈的话 都没有谈到你的成本区 所以今天你去做多话 这一定很痛 这被修理到一定很痛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在这地方 为什么你要我的讯息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方向 你的方向你不要去猜 由我来告诉你 如果你有我的讯息 操作就不用再猜方向 那为什么要我这套系统 因为很简单 当方向给你之后 你还是要必须要知道 你的停力点要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先人指路的智慧板 目的就是要告诉你 它的转折点 今天当中的转折点 到底在哪里 你的停力点 多单的停力点 要在哪里停力 你的空单的停力点 要在哪里停力 这个就是软体的功能 因此迎战棋子当中 你一定要有我这两项东西 这个基本上我每天都在讲 我们的做法有没有很难 其实没有很难 你看电视你就知道 我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会员朋友 也是一样 就是收到我的抠讯 然后再搭配这套系统 来操作棋子当中 那今天怎么做 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哦 如果你今天 你的老师带你做多 让你受伤赔钱的话 你来看看亚洲奇王 跟你的老师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一笔单 8点49分 有够早 这个现货几乎开盘 才4分钟 我就出手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敢有一点贯 有没有专业啊 就看这通讯息 你看一下我的第一笔单 竟然是市价空 很多人今天都拼命想做多 为什么 昨天美国股市倒球 又大涨100多点 今天台子旗又跳空开高 实在是让你觉得 今天好像就要上去了 不是吗 所以今天很多人 为什么会做多 看到美国大涨 接着看到美国倒球 又将近2万点 所以今天一开盘 都纷纷的心态很偏多 所以你今天早上 如果真的去做多的话 你这些你就撞掉了 可是厉害的亚洲奇王 他怎么做 他反市场心理 反市场心理 跟市场上所有的散物想法 完全相反 我直接就市价放空 我们来看一下抠讯内容 12月起始 8点49分那时候 开盘才4分钟 当时的报价 大概在9408附近 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你收到讯息之后啊 你就不要管他价位多少 你就给他市价做空 我们写四个 四五个字这里 收到讯息之后 你就不要管价位多少 这边写六个字 不管价位多少 不管价位多少 我再念一遍 不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空 至少两口大台子 所以在这地方你发现什么 为什么今天曾老师 会在8点49分 就直接告诉会员 你不要管价位多少 至少去放空两口大台子 为什么 因为我能够解读 散户的心态 散户今天一开盘 其实心态都很偏多 我也晓得 为什么很偏多 我再讲一遍 散户都在看美国股市 然后想要来操作台子期货 所以曾老师 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马上告诉会员 赶快去市价做空 这个地方证明了一件事情 齐王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齐王一出谁与争锋 今天8点49分 我们出手的第一笔单 市价做空 不要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空 结果会员的反应 市价他们大概都在 9405附近 空单进场 我要求会员一笔单 至少做两口大台 好啦 这个市价空单 再硬成交嘛 因为我要求会员 你不要管价位多少 你就直接市价进场 去放空嘛 那市价空单成交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各位 没有看我节目的话 怎么办 你告诉我 对 有些人知道 接下来 当然就是要看软体 帮你规划的支撑点 为什么是支撑点 因为我们是做空 做空停力看什么 看支撑 空单一成交之后 赶快去看你的停力点 停损就是设25点 那停力点 停力点不要拆 马上打开软体 8点47分 系统用户讯息 他很清楚告诉你 今天的当中支撑 他叫9362 你就按照这个9362 去给他设停力 因为他就是空单 停力参考点 所以空单一成交之后 马上要知道停力点 谁可以告诉你 就是他 他会马上告诉你 你还没进场 其实他就告诉你了 真的是这样吗 8点47分啊 没错吧 我们什么时候进场 8点49分才进场 还没进场就知道停力点 那进场之后 当然更知道 停力点就在9362 空单一成交 马上要知道停力点 8点47分当中支撑9362 9405去放空两口大台 来到9362给他出场之后 就跌了86点 那当然跌完86点之后 这个地方呢 才能够真正去做多 来各位 8点46分 系统用户讯息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会员 今天的第一点预判啊 观察9362上下两点 请预挂这些点位做多 并且把停损设好 虽然说如果你拥有先任指路啊 你今天应该是在 9362才进场做多 而不是一开盘 9400以上去做多 所以你有我的工具 你有我的抠讯 第一件事情 找盘9400以上 你不会去追高 你反而会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去放空 放空完毕之后 杀下来的到低档地区 才去做多 各位这样的节奏才对啊 这样的节奏才对啊 那我们一看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9362刚好咧 在低档地区成交 今天最低9353嘛 这一定成交嘛 成交完之后行情就震荡 一直到收盘 我们来看一下到收盘 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涨跌点数 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11点58倍 我提醒会员 所有软体的转折点 不会 一律干什么 我们只做当冲 我们完全不要给他流仓 只要怎样 他没有打到25点的停损 一律怎样 收盘价给他平仓出清 明天再做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地方 你发现了什么 其实棋子的当中没有很难 你只要跟着齐王走 你的财富就自然有 用什么方法 很简单嘛 call訊会告诉你嘛 怎么做嘛 像今天9405市价做多 你就不用拆方向了 然后9405做多完毕之后 各位支撑在哪里 9362 8.461就算出来 所以说这样子的操作 你会发现 今天你的做单 就是很简单 做一趟空单下来 做一趟多单上去 空单空在9405 然后9362出掉 跌86点 多单做在9362 收盘出掉 涨16点 共计涨跌多少 102点 这个就是今天的涨跌点数 那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那的确也很简单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指令很明确 你看哦 每一通讯息都有评有据 很明确哦 你看像今天 这个叫第一笔单 8点49分 哪个老师会带你在这里放空 这证明了专不专业 真的有差点在家 差点在家你听不懂 你听我的意思不懂 你看四个就直接去那扛 9405 几个人能做到 能够大胆的知道 能够精准的知道 今天开盘就是高点 要带你做空 谁能够看得懂盘 谁能够看得懂盘 已经很清楚了 这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低点在哪里 不要拆 软体自然会告诉你 哦 9362才能做多 所以今天你这个 七早八早 成功的 你必须做多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方法不对 你看不懂盘 你不了解赏户在想什么 但是了解赏户在想什么的争议节 他第一笔单是不可能做多的 他反而知道赏户急着想做多 所以他就去放空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涨跌102点 当然这个电视节目 我每天都在强调 我们每天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实战操作 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 我们是如何操作起子当中 并且要跟各位分享 我的这一套操盘软体 并不是要跟各位分享操盘绩效 也不是要拿绩效来招揽生意 所以这个电视节目 我每天一定会做一个严正的声明 我们来看一下 避免误导不特定的人 亚洲奇王真一节 这个地方请拉近 我要做一个严正的声明 本节目内容 是一个操盘模组的分析节目 我们不招揽 我们也不广告 投资人你要自己判断 自己评估 节目中 所有的操作模组的一个分析 仅止分析指数掌跌点数 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 这句话很重要 齐全操作报酬风险并存 无法保证 却可获利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好啊 那我讲完今天的操作了 不晓得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问一下投资朋友 今天的行情你做对了吗 你的老师带你赚钱了吗 或者你的老师今天又带你观望了一整天 或者你的老师今天带你做错方向 又让你停损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 存不几天就要过年了 如果你每天这样子 观望不敢做 你的老师真的没有办法带你赚钱的话 你怎么过好年 所以说仔细想想看 2017年的1月27号 它叫除夕夜 你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想要过好年的话 你一定要天天努力来拼经济 存不几天了啦 一定要认真贪 认真贪 你的年才会贵老的爽快 这可以带家去吃一顿好料的 带家人出去吃饭 这都要花钱 要怎么花钱 花钱你当然想办法去贪 没钱有可能由他提定落来 不可能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了快过年了 大家都一定会要用钱 我都知道 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过好年 当然就是跟景臻老师的脚步 努力天天来拼经济一起过好年 在这地方我讲过了 既然大家 在过年的时候要用到钱 所以 我也不会去让大家负担很重 这个礼拜 我推出了一个超级好康 昨天反应不错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有一些人 可能打来只是问看看而已 我觉得这些人比较可惜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昨天只是打来问看看的话 今天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没有关系的 你懂吗 当然也有人昨天 一看到这个好康 马上就进来 为什么马上进来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马上进来 你除了享受到今天这个机会之外 我讲过一件事情 你虽然在昨天就进来 但是我们是在2017年的2月6号 这已经过完年了嘛 2月1号是大年初五 已经过完年了 我们才开始给你算时间 你现在每一天的时间 都不算时间 那听有的人就听有了 我们现在和这个2月6号进行 都没有算时间 我们才开始给你算时间 也就是说 你现在只要早一天 你就会多一天 那你说价格呢 价格我不方便讲 但是中场的资讯 有很清楚的数字 你可以去看 我节目中不能讲价格 价格你要去看节目中的资讯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认真的去看 那个价格就是节目中的那个数字 然后再搭配这个 你去想想看 这样去计算一下 从2月6号开始 才给你计算时间 你提早一天来 你就多一天 讯籍加上软体通通都有 你想想看 昨天你不要犹豫的话 这个今天就属于你的 而且你今天也不用赔一笔 为什么 今天很多人一定赔钱嘛 早盘一开高马上去追多 但是如果你在昨天 你愿意立即采取行动的话 你今天这一笔怎样 早盘的多单 根本连赔都不用赔 你甚至于还会去做空 你懂我意思吗 甚至于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不要再犹豫了 早一天多一天 很重要 留意中场资讯 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各位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野户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迎战旗址当冲操作 你必须用对方法 跟对专业人士 用对专业工具 迎战旗址当冲 欢乐组合套餐 期望当冲讯息 期望操盘软体 两样商品选一项 三个月28800 两项商品一起选 三个月38800 迎战旗址特不融化 是立即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战专线 2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 迎战旗址当冲 迎战旗址当冲 曾老师特别推出了 欢乐组合套餐 欢乐组合套餐 迎战四吃价 迎战四吃价 旗王的当冲讯息 旗王的当冲讯息 再加上旗王的操盘软体 旗王的操盘软体 两项商品 选一项 三个月28800 这两项商品 任君选一项 28800 三个月 两项商品同时一起选 三个月38800 两项一起选 两项一起选 三个月38800 迎战旗址 客不容缓 速播迎战专线 022 2578 3777 022 2578 3777 旗王团队 旗王团队 旗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 快混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地盼 鸡不可施 横 顺时加码 推升过异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破 选就选 最好的 齐王团队 请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 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 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 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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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到底 棋子 有没有 一个能够天天赚钱 长盛的一个秘诀 我说它绝对有 棋子的赢家秘诀啊 其实这个道理啊 我讲过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赢家的秘诀啊 其实很简单 你想办法每天呢 买在低点每天呢 空在高点 你就能成为赢家 我说过了这个道理 跟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却做不到 我等一下会来告诉各位 为什么你做不到 除了你没有方法 事先知道高低点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的专业度可能不够 所以呢 你会看错方向 举例来说 像今天要怎么做才会赢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啊 那问题来啊 今天开盘的时候 来导播这边拉近 开在9409啊 谁知道这个叫高点还是低点 今天开在9409 你当然收完盘 你知道9409是高点 对不对 可是在开盘的那一瞬间 你说会有不会有人 看不懂盘 然后跑去做多 在这个高点地区 一定有嘛 要不然这怎么成交 这个价格一定是有人买 有人放空 他才会成交嘛 9413嘛 所以你说 虽然你知道要买在低点 这要空在高点 可是你可能因为看不懂盘 今天一开盘就跑去做多 结果咧 哇 它这些四啊 人家是买在低点 你买在高点 啊不用说你也输 你听我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的棋子当中操作 你当然要选亚洲奇王 为什么 因为亚洲奇王看得懂盘啊 他看得懂散户在想什么啊 所以他今天第一笔单 9405他就去放空 你听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看得懂跟看不懂 你想想看 我问你啦 9405今天去放空 是不是就是吻合我所说的 空在高点 以今天来讲嘛 赢家的秘诀嘛 空在高点 没错吧 那空在高点之后 各位我们再来看 买在低点呢 有啊 我们的软体用户知道 今天9362才可以做多啊 各位那是不是买在低点 那所以说赢家的秘诀 很多人都知道答案 可是呢很多人都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像今天啊我敢讲一件事情 很多人9405就被拐进去做多了啊 而我们却是去放空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知道答案可是你却做不到 为什么 你盘看不懂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你跟着亚洲奇王来做 你会发现很轻松的 就能享受到100点以上的机会 放空下来 然后出掉86点 做多上去到收盘16点 加起来102点 这个是礼拜三哦 那昨天呢 盘很黏 只有43点的行情 我们就做一笔多单 9356做多 8.50分9356做多 昨天的盘 结果呢行情是不是上去 是不是也是买在低点 每天都一样啊 昨天44点 每天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 你就会赢 那如果你做不到 就跟做得到的人来做 你做不到我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有20年的实战经验 每天节目上所讲的 都是我每天的实战操作 有抠讯为证 会员看我的节目 都可以来怎样 核对 我电视上所讲的 跟你们所收的抠讯是不是一样 就绝对一样 再来看12月12号 9440 到底怎么知道它是高点还是低点 我说过了你只要有软体 马上就知道 它应该是高点不是低点 所以9436你就知道 一开盘要去挂做空 这个是礼拜一 9436你去预挂做空 杀下来各位 最低多少 9350 我们的软体算出来低点9352 按照这个方法操作 你看看礼拜一又是100多点 所以说不管行情大或小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想办法去知道低点 想办法知道去高点 想办法看得懂盘 你就会赢了 那你说老师 你讲的这些都有道理 但是我做不到怎么办 你做不到 没关系 我做得到 我可以帮助你 那我要怎么帮助你 我再讲一遍 因为这个礼拜我推出这个超级好康 有吸引到很多投资朋友 为什么 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从2月6号过完年之后 我才开始给你算时间 各位你听得懂意思吗 现在到2月5号 简单的来讲 现在到2月5号 通通不算时间 那如果听得懂就听得懂 现在到2月5号 各位现在才12月 1月 一直到2月5号 都没给你算时间 过年了 我们才开始来算时间 也就是说你现在 你的动作早一天 你就会多一天出来 这是本周的超级好康 很多人都很有兴趣 相信有兴趣的 你赶快 什么时候结束我不晓得 老板喊咖我就要结束 讯息加上软底 老板一喊咖我就不能再做了 我就要结束了 真的把握时间 时间有限 善加利用中场资讯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数位机上盒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 免费优惠喔 数位超一级 生活更happy 迎战旗指当冲操作 你必须用对方法 跟对专业人士 用对专业工具 迎战旗指当冲 欢乐组合好餐 希望当冲讯息 希望操盘软替 两样商品选一项 三个月28800 两项商品 一起选 三个月38800 迎战旗指 客不容换 是立即要做的事情 速播迎战专线02 25783777 2578 377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 迎战旗指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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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老师特别推出了 欢乐组合套餐 欢乐组合套餐 迎战四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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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王的当冲讯息 齐王的当冲讯息 再加上齐王的超盘软体 齐王的超盘软体 两项商品 选一项 三个月28800 这两项商品 任君选一项 28800 三个月 两项商品 同时一起选 三个月 38800 两项一起选 两项一起选 三个月 38800 迎战旗指 刻不容缓 速播迎战专线 022578 3777 022578 3777 777 停力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破 选就选 最好的齐王团队 請播 022578 3777 2578 3777 我学习的快乐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深究感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独特的同心 用自己的差异来 发挥个自觉的处理 而三用你们所有的食物经验 技职训练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勇士 短读出自己道路的方向 技职驾驭到我流行 选技职 好好读 有前途 大家好 我是卫物部部长 林作炎 又快到流感流行的季节了 对抗流感最有效的预防 就是接种流感疫苗 因此 扩大工业流感的接种对象 包括幼儿 中小学生 青少年 孕妇 产后妇女 五十岁以后